韩国总统尹熙悦在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宣布了 韩国向乌克兰提供3万亿韩元的援助计划 尹熙悦表示 必须加强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呼吁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 据KBS记者报道 在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天 尹熙悦总统强调了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他表示 国际社会一直将禁止使用武力 作为坚定的法律原则 应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 恢复和平 虽然这是原则性的发言 但也可以解释为针对俄罗斯 尹熙悦总统表示 将向乌克兰提供3万亿韩元的援助 明年 韩国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无偿援助 2025年开始 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基金 提供20亿美元的有偿援助 总统事方面表示 此次是通常援助规模的两倍以上 也是为了今后参与重建事业奠定基础 总统是经济首席秘书崔项木说 我们拥有克服战争 并实现经济增长的经验 期待今后能为扩大乌克兰重建规模的参与 做出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